非常感谢神,也是第一次见的姊妹,有她服侍我,她为我祷告,她的祷告呢,解决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疑问,就是在06年的时候,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异象,这个异象呢,可以说对于我来讲太神奇,也太伟大,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,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响应回应神的呼召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,我对这个异象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求问神,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难太大了,我就放下了,然后在06年一直到今年13年的阶段里头呢,对这个异象可以说就是被搁置了,我把它埋在了我的心里,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它,它成了我一直的疑惑。 那今天的祷告,姊妹就是把我心中多年的这个疑惑给说了出来,并且它安慰我,它说耶稣在这个异象当中抱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,那我还要怕什么呢,我可以不用疑惑,不再惧怕,只是单单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就够了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,姊妹还提到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事情,就是我最近呢,接受到了一个神迹在我的身上,那就是说方言,在之前我对方言的态度一直都是怀疑的,拒绝的,但是后来呢,我对方言的态度通过我们领袖对方言真理的教导呢,有了一些动摇,在这期间我也向神求印证,就是求神派三个人来跟我说求方言,应该求方言。 那神也真的就成就了这样的事,有三个姐妹来对我说我应该求方言,从那之后我开始求,然后神呢,在今年,也就是2013年的8月份的时候,把方言的恩赐赐给我了,我觉得针对于我来说,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,我觉得太神奇了。 嗯,虽然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,可是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疑惑,姐妹呢,在服侍我的祷告当中,她就对我讲,你最近所经历的这些神奇的事情,都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,你不用怀疑,只要去领受就好了。 而且她也为我祷告说,你要竭力追求主,那么你所困惑的一切答案都在上帝那里。 耶稣一定会亲自的带领你去成就你生命当中的一项,所以非常的感谢神。 孙子妹第一次见面,以前从来不知道不了解,她也不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些事,但是透过她的祷告呢,真的很建造了我的生命,很造就我,感谢神。 这个意向,大约是什么呢? 这个意向是在06年的时候,神给的我一个,应该说是一句话,叫做为中国社会的福音化而努力,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。 即便是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成就这个意向,但是我现在有了信心,我相信在神的带领下,我一定会跟随着祂的脚步,来成就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。 他说这个延迟的意向,是不是? 是的。 这是这个意向已经延迟多少年了?已经? 七年了。 七年了。 是的。 所以这个在你心里面是埋藏的。 是的。 然后他就回应你,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意向需要你放胆去向前走的。 是的。 所以他也说,他只能说, 他告诉你不要惧怕,不要怀疑,也不要逃避,神一直在呼召你,你不要害怕。 而且他也警告了我,如果我继续地对神的呼召拒拒绝,冷淡,那我拒绝了这次机会,我就再没有机会了。 所以感谢神佛,我应该醒起了。 感谢主。 您是怎样领受这个祷告的时候,知道他有这个意向呢? 嗯,非常神奇。 听到他的回应,我觉得上帝太神奇,因为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,我不需要思想,也不需要经过头脑的意念的组织。 只是我为他祷告的时候,我向着说,亲爱的上帝,我将这个姐妹带到你的面前,就开始了。 然后话语就会自动从我的口中说出来,我只要张开口不停地去说,话就不停地出来。 而我说出的所有的事情是我完全不知道,包括他现在这样分享,这样激动,好像和我都没有关系一样。 因为我好像只是充当了一个说话的管道,但是那些内容是我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会给他带来什么。 但是我只是是很顺服地把这个东西释放出来,我就说出来,没有提前任何思想的预备。 而且在说的过程里面,我的头脑都是空白的。 所以我觉得他的回应让我感谢神,神太神奇。 是的,而且真真实实是我的疑惑,是我向神所求问的,也确确实实解答了我很多的疑惑,让我的信心有了再次的必坚定。 这是因为你多年的等候神,所以你就不知不觉,神的灵族带领你,在这个祷告中回应了这个姐妹,她里面这个深深的需要和问题。 荣耀归于主,是的,荣耀归于主。 哈利路亚!哈利路亚!